民主的细节 6.耳朵上的记号 作者 刘渝 讲了很多美国政治的细节,也说了很多赞美之词,大家可能会好奇,美国有没有腐败? 当然也有,这两年闹得最沸沸扬扬的两个腐败案例,一个涉及前国会议员兰迪,作为前国会国防拨款委员会成员, 他曾经接受一个国防产品的承包商240万美元的贿赂,并利用他在国会的权利,以特殊专款的方式间接给该承包商拨款。 另一个案例涉及一个政治游说集团成员,捷克,他曾经用免费餐、免费票、免费旅行等方式大量给国会议员行贿,换取他们给自己的客户多开些特殊专款。 当然最后兰迪和捷克都落入了法网,2006年3月,兰迪被判入狱8年4个月,捷克也被判5年10个月。 共和党2006年底输掉中期选举,不能说没有这两位共和党员的功劳。 然而客观地说,类似的公然腐败在美国并不常见。 拿兰迪的事件来说,涉案资金200多万美元,就已经成了现代国会史上最耸人听闻的受贿案。 发掘报道该案的圣地亚哥联合报,也因此得了2006年的普利策奖。 至于免费餐、免费旅游等等罪行,也天天上新闻头条,只能说美国人在腐败方面比较孤陋寡闻而已了。 不过我在这里想讨论的并不是这种公然的腐败案,因为这在美国并不多见,至少没有成为一种制度性问题。 我想讨论的是另一种更模棱两可的政治腐败。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我上面说的两个案例都涉及到一个词汇,特殊专款。 这个词近两年在美国媒体上频频出现,在英文里叫Earmark,如果直译,就是耳朵上的记号。 什么叫Earmark? 它一般是指国会议员各自根据其选区或者集团需要插入预算报告中的相关项目专款。 比如自己选区需要修一条公路了,就加入交通预算草案中,或者某学校需要某种计算机软件了,就加入教育预算草案中等等。 一般来说,在审核程序中,它是在预算草案出来后由议员各自紧急加入的,所以它的透明性合理性很可疑。 比如在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案例里,2004年11月17号,国会的拨款委员会审核批准了一项外交行动预算草案。 但是,在接下来的72小时里,也就是草案提交国会批准之前,各路议员纷纷出马,加入了数千个Year Marks,总额达160亿美元。 显然,国会议员不可能在三天之内阅读分析这些记号,该议案还是顺利通过。 Year Marks算不算腐败呢? 一方面,大多数议员在加Year Marks的时候并没有接受任何贿赂或礼物,所以他的行为并不违法。 甚至,从其选区的角度来说,我们选你干什么去了? 不就是希望你给我们拉修路费、教育资金吗? 所以,你给我们争取特殊专款,这才是合格的民意代表。 正是因此,许多议员不但不以加Year Marks为耻,反而以此为荣。 比如北卡州的一个议员,专门把自己争取到的特殊专款做成一张地图。 这里是他为当地一个宇航中心争取的两百万,那里是他为一个地方学校争取到的三百万,显得他为民请命,不辞辛苦。 但是另一方面,Year Marks又成为议员笼络人心,争取选票的手段。 议员可以对真正的公共利益漠不关心,只追逐自己的局部利益或者集团利益,从而使有限的公共资金流到了无足轻重的地方。 说白了,用公共资金为自己搞政绩,从而拉选民征捐款。 比如,最著名的一个案例,阿拉斯加州两个议员极力推动一个两亿两千多万美元的特殊专款,要给一个只有五十个人的孤岛造一座桥。 这事后来成了笑谈,被称为哪儿也不到的桥。 各种调查都表明,Year Marks的现象近年来在美国议会中聚增。 根据一个叫公民抵制政府浪费组织的数据, 1995年,国会里只有1439起Year Marks,到2005年,已经窜到了13997起。 Year Marks算不算腐败,这实际上涉及到民主的一个核心问题,被选举出来的官员到底代表谁? 是仅仅代表那些选举了他的人,还是整个公共利益? 如果是公共利益,那么民主的要害不仅仅在其代表性,而在于对于公共利益是什么的理性分析和思考。 但是,如果加入这种主观的分析和思考,这种主观性的限度又何在? 代义民主之中的代义二字又如何保证? 局部利益既是公共利益的组成部分,也可能成为它的障碍。 当年美国的开国之父们一再担忧派系问题, 目的就是如何把局部利益控制在整体利益之下。 Earmark虽然是美国政治中近些年才猖獗起来的现象, 但是没有Earmark的形式,却有其实质的特殊利益却始终存在。 英语中猪肉桶这个词,也是指政治家们争先恐后的瓜分公共资源这个猪肉桶, 以争取选票或者政治捐款。 比如,很多人认为农业补贴就是一块猪肉。 波士顿地区花了140多亿的一个交通改善项目,俗称大坑, 也常常被认为是猪肉的典型。 耳朵上的记号也好,猪肉桶也好, 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具有了专业性, 这就是美国普遍的游水集团现象。 华盛顿周围群寻着一大批专业的游水集团, 类似充斥北京的各地各企业的办事处。 游水集团代表着某行业、某集团或者某地区的利益, 努力从参众两院中挤钱。 本来,这也的确是帮助议员们倾听民情, 接近基层的机会,是民主制度里宝贵的传统之一。 但是如前所说,局部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隔, 把握不好就因小失大。 专业化了的游水集团甚至可以凭起与国会的关系建立猪肉市场, 拍卖其政治资源。 所以在局部利益、游水集团、议员的三角关系之间, 出现前述的两个腐败案例也就不足为奇了。 Earmark现象近十年的猛增也和游水集团的商业化趋势相关。 有人干脆说,Earmark成了游水集团的自动提款机。 两起重大腐败案,加上哪儿也不到的乔这样的笑话, 美国Earmark改革的呼声也日趋强烈。 由于各方压力,2006年,国会中的Earmark大幅下降。 2007年1月5号,众议院通过改革议案, 规定所有的Earmark都必须公开标明倡议员的姓名、用途、成本。 议员也必须证实自己与此Earmark没有利益相关性, 宗旨就是提高Earmark的透明性。 当然了,有些乐于为自己选民请命的议员还是不服气。 对于他们来说,我为我的选民争取利益,何罪之有? 一个伊利诺伊州的女议员就说,她还将为自己的选区而斗争。 看来,一个政治家太死心眼了也不行,因为你对你的选区选民负责,很可能就是对更广大选民的不负责任。 7.治理腐败的秘诀 作者 刘虞 中国的公款吃喝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了。 据辽旺报道说,中国2004年的公款吃喝高达3700亿元。 这是什么概念呢? 2004年中国公布的军费也就2117亿元, 同年中央财政投入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才100亿元。 这还没说公车购置、出国考察、政绩工程、高感医疗呢? 一个国内的朋友问我,中国公款消费这么严重, 不知道美国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治理经验? 我说,美国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又谈何治理? 朋友又说,没有这个问题,看来美国官员真是清廉。 其实并不是美国官员不爱免费吃喝玩乐, 但是钱袋子不由他们管,而由立法机关管, 他们的胳膊不够长而已。 在中国,政府却是自己给自己开支票, 人大不能提供真正有效的审查和监督, 所以不消费白不消费,消费就要大大咧咧的消费。 这是个制度问题,跟个人道德水准没有太大关系。 就算你现在破口大骂公款吃喝, 如果有人拿一张空白支票给你, 让你随便给自己填, 你肯定也会往上面填个天文数字。 所以,要说美国治理公款奢侈消费的秘诀, 其实很简单,权力制衡。 我们中国今天治理公款吃喝, 一会儿制定四菜一汤标准, 一会儿公款吃喝公式制, 却全都治标不治本, 甚至越治越病。 因为治来治去,都还是自己给自己开支票。 立法机构真正与政府平起平坐, 有效审查监督其开支, 公款消费也就断了吹。 司法机关真正与政府平起平坐, 裁判越界的案例, 公款消费就得提心吊胆。 公众媒体通过真正的言论自由对越界者拳脚向下, 公款消费者就得道德破产。 所谓秘诀, 不过就是这些个制衡而已。 权力制衡对于遏制挥霍公共资源真有作用吗? 不妨说说近两年我在美国耳闻目睹的几个小例子。 一个是去年纽约州审计长阿伦·赫维斯在的跟头。 这个倒霉的州审计长按我们中国的说法也是个厅级干部了, 2006年9月却因为让他的一个手下长期给自己生病的太太开车被揪了出来。 按照法律, 公车绝对不能被私用, 私用就要付相关费用。 虽然赫维斯为此道歉并主动给州政府赔偿了8万多美元, 州道德委员会仍然认定他明知故犯的利用职位为自己和妻子谋求特权, 只供他违反了公务员法。 当时正值美国中期选举阶段, 州审计长是个民选职位。 民意调查显示, 赫维斯本来领先40个百分点的, 一个星期之间就掉到了12个百分点。 由于当时他还没有遭到正式起诉, 罪名不明朗, 所以仍勉强获得连任。 可是, 当他的案子正式进入法庭程序之后, 迫于压力, 他不得不还没就任, 就宣布辞职。 2007年2月, 法庭宣判他有罪, 虽然只判了罚款, 这个厅级干部的政治生命, 却因为公车私用而彻底搭上了。 另一个小故事是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的加工资风波。 2005年7月的一天, 宾州的议会在没有举行任何公共听证的情形下, 突然通过法律宣布给州议员涨54%的工资, 同时也给本州的法官和高层行政人员涨了工资。 这种行径可以说是典型的自己给自己开支票。 第二天州长就签署通过了该法令。 结果,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当地的一个社会活动家立刻就把议会告上了法庭, 认为他们这种做法违宪。 后来,民愤越来越大, 上千个人跑到州议会门口抗议示威, 甚至有民间组织将议会告上了联邦法庭, 指控他们侵犯了公众的立法讨论权。 迫于民众压力, 州议会只好重新投票, 几乎全票同意收回原先涨的工资。 相比中国许多官员可以随便往公共支票里填吃填喝, 填车填旅游, 美国的公共官员在没有这一切奢侈消费的情况下, 给自己填点工资都很难做到。 一个审计长因为公车私用落马, 一个州议会涨上去的工资愣是给退了回去, 可见权力制衡对于公款私用的影响不是子序乌有的事。 在民众这样的虎视眈眈下, 议员敢给官员们留出3700亿的接待费吗? 这事儿够让他们下100回台的。 所以说, 不是美国官员们不爱吃喝玩乐, 而是前有议会管着钱包, 后有法院拿着手铐, 四面八方都有群众的眼睛, 实在没有什么空子可钻而已。 事实上, 权力制衡不但管制公款私用, 也管制着公款公用, 就算公款不给私吞了, 也很可能被各种政绩工程, 低效投资, 无理补贴等等给浪费了。 因此, 公款公用也有一个好日儿是否用在了好刀上的问题。 2005年, 纽约市申办2012年奥运会时, 纽约州政府就因为民众压力, 拒绝给一个对于深奥很关键的体育馆注入公共资金。 公众说了, 我们这儿缺钱的地方多了, 办什么奥运呢? 前一段, 我写过一篇耳朵上的记号, 阐述美国2007年开启的一项拨款改革, 其目的就是将狭隘的利益集团化, 地方主义化的拨款, 从美国的财政开支中清除。 这同样是预算民主化改革的一部分。 美国有一个非盈利性团体, 叫公民反对政府浪费, 专门监督那些流向不合理, 不必要的公款公用。 听听他的一些报告名称, 就知道他对政府花钱多么资助弊脚。 一个新的威胁, 政府资助的垃圾科学, YMCA, 从社区服务到社区无服务。 矮字项目, 一个泛滥成灾的浪费。 虽然他的很多说法不一定对, 但是让政府花钱的时候有点胆战心惊, 却未尝不是好事。 甚至民主和法治连撕款公用也要干预, 我不用公款请你, 用自己的钱请你吃饭还不行吗? 如果你是试图影响公共政策, 或者有这个嫌疑, 还是不行。 基本上美国所有的州对此都有法律规定, 比如康州的法律就规定, 一个公职人员一年之内接受政策游说者的吃请, 不能超过50美元。 又比如2006年, 国会通过法令规定禁止政策游说者给议员提供免费旅行和吃喝。 英国的政治文化也似乎与此遥相呼应, 最近布莱尔去迈阿密旅行, 因为住了朋友免费的豪宅, 而该朋友又似乎有往英国推销唱片之嫌, 好端端的一次旅行愣是变成了一个丑闻。 最近看到网上流传的一张照片, 内容是两会代表在会议上睡的东倒戏外。 固然, 领导讲话往往具有神奇的催眠效果, 而且人民大会堂的椅子可能格外舒服。 但在那个庄严的大厅里, 顶着人民代表的头衔, 睡得憨态可居的代表们, 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比如, 仔细聆听政府预算报告的细节, 并且在可疑的地方, 说不。 8. 美国工人有力量 作者 刘虞 几年以前, 我一个搁大的博士同学突然宣布不读了, 问他去干什么? 他说, 我要去做一个地铁收票员。 听了之后我大笑, 一个长青藤大学的博士生辍学转当地铁收票员, 我完全把他说的话当成一个笑话了。 直到前些天, 目睹了700万纽约人因为3万交通工人罢工, 在寒冷的清晨步行几个小时去上班上学, 才渐渐明白, 我那个同学所说的话很可能不是一个笑话, 而是一个现实的计划。 一个纽约公交工人平均年工资为6万3千美元, 同时还享有终生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 55岁就可以退休拿养老金。 由于公交工人类似国企工人, 所以报的基本是铁饭碗, 不可能被随便解雇。 这个待遇的分量是什么呢? 要知道, 美国人的年家庭平均收入为4万5千美元左右,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纽约公交工人的话, 那么这在美国就是一个相当富足的家庭了。 美国人平均的退休年龄是65岁, 各大一般的文科系院里, 刚受雇佣的助理教授, 一般年收入就是6万美元左右, 要当一个教授, 还要接受10年左右的高等教育训练。 这个过程的艰辛不说, 竞争惨烈难找工作不说, 往往还要使在读学生背上一屁股债务, 难怪我的同学要明智地转行去做地铁工人了。 纽约公交工人活得这么爽, 为什么还要罢工呢? 这部分当然是因为他们身在福中不知福, 不用去非洲, 就让他们到中国来旅游一圈, 看看中国沿海一些血汗工厂的打工妹, 或者国企倒闭的下岗工人, 估计他们肯定会死死抱住自己的岗位, 说啥也不换了。 然而, 更重要的当然是美国工会的势力。 美国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工会, 一般按行业组织, 比如汽车工人工会, 服务行业工会, 甚至分得更细, 理发员工会, 清洁工工会, 保姆工会等等。 当然, 在每一个行业里面, 工会之间对成员的竞争也很激烈, 竞争的结果就是每一个行业会出现一个或几个较大的工会, 其他的小工会作为子工会加入这些大的母工会。 这些小工会与母工会有一些协商, 地户, 资助关系, 但小工会有自己的董事会, 财政来源, 所以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工人加入工会是自愿的, 条件是交成员年费, 好处当然是工会会出面和雇佣者协商劳工合同, 就劳动条件、 工资、 福利等等与雇佣者讨价还价。 谈拢了, 当然好, 谈不拢, 工会可以号召工人弟兄们起来罢工示威。 如果这个工会的号召力足够强, 可以把一定区域内的某个行业或某个工厂搞瘫痪, 雇佣者当然得给工会面子了。 对于政治家来说, 由于工会在左右工人的选票方面的号召力, 他同样是一个大爷, 也得罪不起。 正是因为工会在左右经济政治方面的势力, 美国工人的待遇在有工会以来一直在扶摇之上。 社会地位先放一边, 就舒服程度来说, 在美国做一个蓝领工人的确是非常舒服的职业。 比如, 长期生活在美国的人很容易注意到, 美国的建筑施工速度非常慢, 与中国很多地方一年一栋高楼的速度完全无法相比。 这也难怪, 美国建筑工人八点上班, 五点下班, 上午一个长长的咖啡时段, 下午一个长长的咖啡时段, 午饭吃它两个小时, 五年能盖好一栋楼就不错了。 又比如, 美国普通的白领根本请不起保姆甚至小时工, 许多女人选择做家庭主妇, 辞职在家带孩子, 往往不是兴趣使然, 而是实在请不起保姆。 再比如, 一般的中国人会注意到, 美国的空中小姐远远不如中国的空中小姐年轻漂亮, 很多根本不修蝙蝠的老大妈还赖在空中小姐的职位上, 这其实也与美国工会对空中工人的保护相关, 这种保护使年龄歧视, 外貌歧视很难发生。 2005年12月, 带领纽约地铁工人闹事的, 就是美国交通工人工会的纽约子工会地方100, 由于公交工人是国企工人, 他们的合同是与纽约州政府的都市交通局签订的。 2005年12月, 上一个合同到期, 新的合同进入协商阶段, 正是在这个关头, 地方100与都市交通局爆发了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 经过漫长激烈的讨价还价, 双方在很多问题上都达成了一定妥协和共识, 然而在养老金的问题上谈判被卡住了, 都市交通局提出, 以后新路用的工人必须抽取收入的6%作为自己的养老金筹款, 这比现有合同增加了两个百分点, 而地方100坚称他不会出卖以后新路用的工人, 坚决不妥协。 于是, 2005年12月20日凌晨3点, 地方100宣布罢工, 地铁公车系统陷入瘫痪, 这是纽约交通工人25年来的第一次罢工, 十逢寒冷的冬天, 对于依赖公交系统的700万纽约市民来说, 罢工无疑是雪上加霜, 以后的三天成了长征的三天, 人们在零下几度的天气里迎着寒风一步一步向自己的办公室或者学校挺进, 如果说第一天大家还有点新鲜感, 还有种走路的振奋的话, 到第三天, 人们已经开始怨声载道了, 有的群众干脆在接受采访时说, 把那些工会的人给抓起来, 扔到监狱去, 就这么办, 算了。 在所有这些愤怒的人中, 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无疑是最生气的, 在他看来, 谈不拢再接着谈呢, 你罢什么功啊。 他在20号的声明中说, 交通工人工会将他们的私利摆在了公共利益之上, 这不但是对公共服务这个概念的羞辱, 而且是通过让这个城市给他们下跪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更重要的是, 根据纽约州的泰勒法, 公共行业的工人罢工是违法的举动, 布隆伯格抓住这个法律上的辫子, 敦促法院对公会做出处罚。 众所周知, 在这个人口老龄化的时代, 养老金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欧洲近几年的工人罢工也往往与养老金问题相关。 这次纽约公交系统在养老金问题上的双方爆发冲突, 并不出人意料。 在地方一百看来, 这次妥协可能是将来工人福利进一步被侵蚀的开端。 对都市交通局来说, 交通工人的待遇已经比其他公共行业的从业人员要高了, 55岁就开始领退休金, 在私营行业也是闻所未闻。 对白领阶层来说, 交养老金的份额就不是4%, 5%、6%的问题。 全国平均而言, 白领阶层对自己养老金的贡献率为32%左右。 更重要的是, 长远地看, 按照现在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支出, 可以推算出, 都市交通局在2009年将要背上10亿美元的赤字。 如果一个巨浪即将打过来, 你要在这个巨浪到来之前就闪开, 而不是等它打到你之后才开始闪避。 纽约的舆论越来越一边倒, 甚至连地方100的母工会、 全美交通工人工会都宣布他们不支持罢工, 并敦促工人立刻返回岗位, 开始传唤地方100的领导人。 在这种形势下, 地方100结束了罢工, 三天之后就回到了谈判桌。 这次罢工, 地方100和都市交通局两败俱伤, 所以一回到谈判桌, 双方口气都软了不少。 几天之后, 双方达成了新的协议, 都市交通局不再要求提高工人对养老金的贡献率, 但是双方同意工人对医疗保险的贡献率要提高1.5%, 同时作为补偿, 都市交通局会部分返还工人已提交的养老金, 使每个工人能得到8000美元左右的现金收入。 当然, 这只是双方高层达成的协议, 对工会来说, 它还需要得到几万工人的投票批准。 对于都市交通局来说, 也需要董事会的批准。 在这整个戏剧中, 我印象最深刻的, 首先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对小人物的命运随意地拍板钉钉。 都市交通局不能随意决定其员工的工资待遇, 必须与工会定期协商, 决定合同内容。 市长不能随意下令逮捕谁, 只能督促法院采取行动。 联邦政府不能干预州内事务, 只能象征性地表示关注。 甚至地方一百工会本身也不能决定合同的有效性, 他们只是代表工人协商合同, 只有工人的投票才能决定合同的有效性。 其次是工会的势力, 没有人能任意鱼肉小人物, 恰恰与工会强大的势力相关。 一个文明的社会必须给予劳动者政治上的声音, 这一点至关重要。 然而, 就美国的某些行业来说, 这种保护有时候已走到了较往过正的地步。 在一个全球竞争的时代, 对劳动力的过度保护已经削弱了美国许多行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通用汽车 在日本同行面前的节节败退, 最近开始大量裁员和关闭工厂。 通用市场的眼光固然有失误, 美国汽车行业的军事化的强大工会也令其喘不过气来。 据通用公司声称, 在他们每一辆汽车的价格中, 有1500美元用来支付其员工和退休员工的养老金。 中国的轻工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大面积占领, 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国对工人缺乏保护, 美国对工人过度保护的结果。 正是因此, 美国竟然出现了工人自发地抵制工会势力的奇特现象。 许多工人自发地打出了, 我们要工作, 不要工会的口号。 美国工人的工会加入率也连年持续下跌, 从战后的33%, 下跌到今天的12%左右。 众所周知, 政治是一种斗争的艺术, 然而, 同样重要却经常被忽略的是, 政治也是一种妥协的艺术。 在一个协商性的政治里, 没有任何一方可以为所欲为。 地方一百工会最大的教训恐怕也在这里。 煽动群情激愤等固然姿态滑美, 然而当它划出法律的轨道, 为了一个团体的利益而置公共利益于不顾时, 这种华美也就沦为小题大做的滑稽了。 毕竟, 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争取更多的利益, 有别于一个真正的弱势群体捍卫自身的基本权利, 因而也缺乏广泛的社会呼应。 这已经不是一个高呼失去的只有锁链, 赢得的却是整个世界的时代了。 更务实的做法是回到谈判桌前, 在法律的框架内解决问题。 失去的只有1.5%的医疗保险, 赢得的却是整整七百万人的安宁。 9. 不忘记, 不原谅 作者 刘渝 最近去伦敦旅行, 看了一个据说近来最轰动伦敦的话剧, 名字叫《佛罗斯特》对尼克松。 该剧是对1977年一场电视访谈半写实半虚构的舞台重构。 访谈者是英国脱口秀主持人佛罗斯特, 被访谈者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虽然当时水门事件已经过去了五年, 尼克松也下台了三年, 但是尼克松从来没有真正坦然承认过自己的错误。 佛罗斯特, 一个当时视野正在走下坡路的节目主持人, 雄心勃勃地想迫使尼克松在访谈中承认错误, 从而实现他自己商业上的突破。 尼克松自己当然步步为营, 将佛罗斯特咄咄逼人的提问, 转化为自我辩护的机会。 但是最后, 在智囊团的帮助下, 佛罗斯特还是战胜了尼克松, 使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总统在亿万电视观众面前出尽扬象, 最后不得不在自我唾弃中缴械投降。 这个故事的主题, 用最简洁的话来说, 就是不忘记, 不原谅。 不但尼克松下台三年之后不能原谅他的过错, 哪怕他下台三十多年后的今天, 这样一个戏剧的出台, 上演和观众的热烈反应, 重申了这种不忘记, 不原谅。 无独有三, 最近一年我就看了另外两个主题类似的电影, 一个是2006年赢得多项奥斯卡提名的电影《晚安好运》, 另一个是2003年底出品的纪录片《战争的迷雾》。 前者是通过一个新闻主播穆罗和议员麦卡锡的对峙, 声讨1950年代反共的麦卡锡主义, 后者是通过对约翰逊政府的国防部长麦克纳玛拉的访谈, 再次反思越战。 令我感慨的, 与其说是这些文艺作品本身, 不如说是西方政治文化中公众对政治家过错耿耿于怀的态度。 尼克松30年前的错误, 约翰逊政府40年前的错误, 麦卡锡50年前的错误, 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在公众的记忆中消失。 虽然尼克松、麦克纳玛拉、麦卡锡在世时都受到了政治、舆论的惩罚, 他们并没有因此得到救赎。 几十年来, 人们从来没有忘记像已经落入井底的他们不断扔石头。 就拿尼克松来说, 水门事件之前, 尼克松几乎可以被列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他推行东西阵营之间的缓和外交, 和苏联一同协商军备削减, 推进和中国的外交, 着手结束越南战争, 国内政策上制定一系列有关环保、 劳工保护、 社会保障的开明政策深得人心。 这也是为什么1972年的总统选举中, 尼克松能够在50州中的49个州赢得胜利, 以罕见的绝对优势重新当选。 然而, 水门丑闻将这一切粉碎。 要许多习惯领导特权的人来说, 美国总统, 这个据说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 对竞选对手进行窃听, 好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丑闻。 在同一时代的中国文革里, 还几亿人受到窃听, 相互窃听, 窃听完了, 如发现反动言论, 还劳动改造, 甚至人头落地呢。 但是, 美国社会没有这种宽容, 也懒得对尼克松来个三七开, 支持率的自由落体, 弹劾的压力, 甚至入狱的威胁, 迅速将尼克松抛入历史的垃圾堆。 用佛罗斯特对尼克松这个话剧结尾的一句话来说就是, 下台以后, 尼克松一直极力扳回他的形象, 但是没有用, 到今天, 他唯一的遗产, 就是让所有的政治丑闻后面, 多了门这个字眼。 不忘记不原谅的表现, 就是各类文化产品中反思主题反反复复的出现。 拿水门事件来说, 电影尼克松, 迪克, 所有总统的人, 我的美国同胞都有对水门事件的在线和反思。 电视片辛普森, X档案, 福图拉玛, 爱家男人, 什么都不信, 星期六现场秀中也都有反映水门事件的剧情。 至于歌曲, 迪克完全是个屁眼, 美丽的可怜虫, 一看标题就知道有多么寒碜尼克松。 当然, 文化产业对政治错误最不依不饶的典型, 还是越战的文化工业。 且不说书籍, 电视, 歌曲, 漫画等, 就拿电影一项来说, 作品就已经汗牛冲动。 奥利佛斯通的《越战三部曲》, 《野战牌》, 生于7月4日, 天与地是最信手拈来的例子。 现代启示录, 逐鹿者, 杀戮场同样经典。 至于不太经典的, 比如越战突击队, 草莓宣言, 龟湘, 越南血战史, 越战家书, 早安越南, 前进高棉, 汉堡高地等等, 更是不计其数。 可以看出, 在人类天生的健忘倾向面前, 文化产业主动承担了守护记忆, 背负记忆, 传载记忆的责任。 面对权力社会可能手无寸铁, 但是至少还有记忆。 相比之下, 中国有多少文艺作品在守护我们的集体记忆呢? 越战之中, 美国阵亡士兵不到六万, 就引起了如此波澜壮阔的文化后果。 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 死亡成千上百万, 我们有几个电影反映出那些苦难。 面对十年动乱的文革, 我们的奥里佛斯通在哪? 我们的晚安好运, 战争的迷雾, 佛罗斯特与尼克松在哪里? 在上海宝贝里? 在大话西游里? 在无极和满城近代黄金甲里? 权力固然封锁的记忆, 但是社会本身, 公众本身又有多少回忆的冲动, 诉说的冲动, 用历史的火炬去照亮未来的黑暗的冲动。 对于历史的伤痛, 我们习惯于说,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何必些历史的伤疤? 对于哪怕影射这一伤疤的文艺作品, 我们涂抹着结构主义, 荒诞主义, 后现代主义的口红的嘴又说, 这种宏大叙事是多么的吐气。 但是, 如果对生命和痛苦的漠视, 可以体现在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里, 它同样可以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 事实上, 当我们的文艺作品用五光十色的豁达, 诗意, 颓废, 华丽, 放荡, 恶搞, 以及最重要的沉默, 去包裹怯懦时, 它正在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 当然, 弗洛斯特, 晚安, 迷雾这样的作品集中, 出现在这几年绝非巧合。 显然, 这些作品的编剧导演, 都或多或少有影射当代政治, 尤其是一战的企图。 弗洛斯特中对窃听的讽刺, 暗合美国政府一战以来的反恐窃听政策。 晚安好运中, 对恐共证的批判, 也可以被理解为对911以来恐穆斯林证的影射。 而迷雾对战争的反思, 几乎就是对一战的直接批评。 也许, 历史的妙处正在于此, 它不仅是关于过去的事件, 还可以是关于现实, 和未来的预言。 10. 被人笑的总统 作者 刘渝 为了解决非法移民问题, 国会刚刚批准通过了一个法案, 该法案提议, 在美国与墨西哥的2000英里的边境, 修建一条长达700英里的隔离墙。 你看, 这就是让布什总统做数学的后果, 自从布什在八国首脑会谈中说脏话这个事情被抖出来之后, 很多人觉得受到了冒犯。 说实话, 你们觉得受到冒犯了吗? 我倒觉得布什吃黄油卷饼的吃香, 才真正让人受到冒犯呢。 这是一个普通的夜晚, 11点半, 美国NBC, 一个叫深夜秀的电视节目中, 一个下巴很长的男人, 又在对布什的嘲讽中, 开始了他一天一次的脱口秀节目。 这个几乎每天晚上总能整出几个不识笑话的节目主持人, 叫J.Leno。 当然, 他不是唯一一个讲不识笑话的电视主持人, 其他几个最著名的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 每天也在马不停蹄地调侃布什。 在美国的脱口秀结婚, 不讲不识笑话, 就跟去竞选世界小姐却不肯穿泳装一样, 根本不可能赢得民心。 如果我是美国总统, 可能都不敢打开电视, 这么多大大小小的节目, 成天拿自己开涮, 随便打开一个台, 骂自己的, 换一个台, 又是骂自己的, 再换一个台, 还是骂自己的。 不但不敢看电视, 杂志报纸也不敢随便翻, 今天新闻发布会上犯了一个语法错误, 三年后, 报纸上的漫画还在说这事, 明天民意调查降了两个百分点了, 后天整个媒体都在幸灾乐祸的瞎起哄, 就是不看电视报纸, 人家还可能跑到你家里来调侃你。 白宫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脱口秀主持人斯蒂芬作为发言代表之一, 干脆指着布什的鼻子嘲讽了近半个小时。 他说, 据说最好的政府是管的最少的政府, 按照这个说法, 我们美国已经帮助伊拉克建立了最好的政府。 他还说, 总统先生, 现在报纸上说你的支持率才32%, 别理那些老说瓶子半空着的人, 其实瓶子哪里是半空的, 三分之二都是空的。 布什能怎么办呢? 既不能派人把他给抓起来, 也不能说人家太简单, 有时候幼稚, 只能坐在台下跟着别人傻笑, 被打碎了牙, 还得往肚子里吞。 关于布什的笑话, 可以分为几类。 一类是嘲笑他的智商和文化水准的, 比如雷特曼的笑话。 今天白宫传来了好消息, 说布什总统已经通过了年度的身体检查, 不过目前大脑检查方面还没有消息。 一类是骂他的外交政策的, 尤其一战政策的, 比如雷特曼的笑话。 本周初, 布什悄悄潜入伊拉克进行访问, 不过我说, 要不我们也悄悄潜出伊拉克怎么样。 还有一类是骂他的国内政策的, 比如骂他面对卡特里纳飓风袭击, 反应过于迟缓。 柯南的笑话是, 今天是卡特里纳飓风一周年纪念, 也是布什总统发现这个飓风半周年纪念。 甚至有一类笑话, 完全是调侃他的私生活。 劳拉布什这个周末跟克林顿在一起开一个会, 布什说他对此没什么意见, 那我们等着瞧吧, 当他反穿着裙子神色慌张地回来时, 看布什还会不会这么想。 面对这种排山倒海的开帅, 如果说布什有什么可以聊以自卫的, 就是他不是唯一被调侃的政治家。 克林顿, 戈尔, 切尼, 克里, 也都时不时被各类媒体拎出来, 油肩主扎。 布什实在是气不过的时候, 可以看看别人, 尤其是他的竞争对手如何被调侃, 也算是出一口恶气。 若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一个泱泱大国首脑, 成天被一帮戏子当芙蓉姐姐拿来开涮, 连老婆孩子都不放过, 成何体统? 其实, 说这话的人扭头看看美国, 戏子们成天拿政治家开涮, 天也没有塌下来, 地也没有陷进去。 布什从2000年到2004年被笑话了四年, 到了总统大选的时候, 还是照样给选上去。 把牛鬼蛇神放出来, 其实也不是那么可怕的事。 关键的市场里, 有各种各样极端的声音, 但只要没有国家机器的压制或者煽动, 老百姓的意见, 总会通过一番摇摆回归中庸之道。 相反, 把牛鬼蛇神死死关进盒子里不让透气, 民意反而像个不断升温, 却没有出气口的高压锅一样, 慢慢凝聚越来越危险的压力。 从另一方面来说, 戏子们对政治家们极尽打击调侃之能事, 也未必就是在实话实说, 也有商业上哗众取宠的需要。 不笑话政治家笑话谁呀? 老百姓就爱看这个, 你权力比别人大, 正对比别人多, 走到哪里都有人前呼后拥, 还有无数的小实习生跟你献殷勤, 不损你损谁。 后来我就渐渐琢磨出一个道理, 一个开放社会和不开放社会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 政治家乃至一般的公众人物是不是足够皮厚? 从普通民众的角度来说, 我当然是希望政治家们很皮厚, 有笑话听的好处就不说了, 关键是, 在一个指着总统的鼻子骂, 都不会被关进监狱的社会里, 普通人会有更大的安全感, 而安全感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 这两天读大明王朝记事, 里面有个细节, 说是徐达的夫人张氏跟朱元璋的夫人马氏顺嘴说了一句话, 都是穷人过来的, 我家现在可不如你家。 这话被朱元璋听到气急败坏, 派人把张氏给杀了, 这事让我觉得朱元璋这人显然不够皮厚, 被这么小小的酸一下就把人给砍了, 他要皮厚一点就会少一个人头落地, 事实上依此类推会少很多人头落地。 所以说, 作为一个普通人, 如果让我选择住在明朝还是今天, 我会一个箭步冲向后者, 并且死死把住门框, 不肯撒手。